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几亥猪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8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 同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欢聚一堂 共赢佳节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厄湘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竹 智工党中央主席万刚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林毅夫、王明明等应邀出席 应邀出席的还有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何后华、梁振英 已退出领导岗位的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原主席、 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高云龙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致辞 他表示,2018年,全国上下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坚强领导下,有效应对外部环境 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广大成员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献计出力 在听取高云龙致辞后 习近平讲话强调 2018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 极不平凡的一年 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开创新局面的一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兼具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其他各方面改革 全面推进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 完成了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等各方面工作任务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继续增强 实现了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十九大精神 开门红 成绩来之不易 特别是我们庆祝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经验 启示 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更加坚定 习近平指出 2018年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换届后各项工作的开局之年 一年来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开展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七十周年系列活动 增进对多党合作初心的认识 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交接 加强自身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绩 大家积极建言献策 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 提供了重要参考 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 进深山 走村寨 入农户 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工商联 踊跃投身 万起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和光彩型活动 五党派人士依托党外院士服务团等平台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稳中求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工作总基调 我们做工作就要以稳求进 以进顾稳 经济发展是这样 社会发展也是这样 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全面的 也是渐进的 摸着石头过河 坚持试点先行 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推开 这就是稳中求进的历史经验 希望大家认真贯彻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协助党和政府凝聚民心民力 推动改革发展 在同心共筑中国梦 共创美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有着共同的理想 也有共同的责任 多党合作 舞台广阔大有可为 希望大家自觉服务大局 维护大局 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自身界别特色 和人才治理优势 找准切入点 结合点 着力点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功 也是参政义政的基本功 做决策本身并不难 难的是对情况的准确把握 当前 国内外环境都处于 深刻复杂变化之中 新情况 新问题层出不穷 新做法 新经验不断涌现 需要我们不断加以认识 加以总结 希望大家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 面临的突出问题 加强调查研究 比如打好三大攻坚战 深化改革开放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完善社会治理等问题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希望大家认真总结70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验 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好 发展好 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要发扬长期以来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修其与共的优良传统 搞好政治传承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政治能力 要加强思想 组织 作风建设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 代表性强 品行良好 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代表人士队伍 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打牢组织和人才基础 习近平指出 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 要落实好中共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 推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无党派人士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再立新功 丁薛祥 尤全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活动